专家简介,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中医基础里段教研是谢明教授。 你知道吗,人的舌头与内脏有密切关联,舌头是大脑的先行器官。 舌身经连接着大脑,当人体出现衰老时,一个显著的症状就是舌头僵硬。 此外,舌头颜色也能透露出健康讯息,简单就能自测。 舌白,舌头的白色表示病人患虚症,含症,血气亏虚症。 如果舌蛋白而受饶,得出血气两虚,舌蛋白而试问。 舌体胖难,有血痕,多为虚痕症。 如舌大发,无光泽,无舌胎,此情况是微肉质症。 体质虚寒等可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,比如桂圆,羊肉等,血气亏虚症的可以以人参、包提、骨枣作料下食用。 舌红 舌色鲜红是热症表现。 如果舌色鲜红在干燥上经验,舌太黄厚着,属食热症,仅仅为舌尖变红,则为鲜火上盐。 舌鱼红色,为甘胆或旺,如果舌中红色则为中焦热症,若舌不满了深红色小点,为温热症鞋伤于心脾,舌中万有结巴,表示将要发发。 舌色鲜红,上台或舌起热闻者,属虚热症,舌质红嫩,看起来湿润,摸起来感到干燥,为经验刷结迹象。 热症患者可以喝些菊花茶,经营花茶经热,舌尖孔的喝些莲心茶,有助于清新火。 舌酱,舌太颜色介于红色与紫色之间,称为酱舌,酱舌的形成,是由于热症血腥加速,舌体脉络充瘾所致,舌酱而干燥。 舌面有盲刺,热闻,为离热至圣,正如银血,若舌酱而有黄白胎,为先流气氛,舌酱有大红蝶者,为热毒攻心。 舌中干燥,而将微微火伤心,舌根降温血热内脏,若舌酱也少经验,少台,舌体受效或有热闻,为因虚果妄之症。 如果舌酱而苦累,光滑无态,畏畏,圣年夜枯竭之微后,舌酱少财而则润,多为血液之症。 这类患者容易伤心,不妨吃一些自饮生心的食物,比如百合,沙漏,银罗尔莲莲子羹等。 舌子,舌子表示寒,热病及欲血症,正舌群词,伪赞服热疾,舌子且肿大,健大红蝶,未热毒攻心。 舌智子暗,未日血症,舌间由紫色斑叠者,为心血干预血液,舌色死如猪肝,苦惑无则,为未血液也已衰竭之微症。 热毒攻心,心血干预血液患者病情相对较重,建议及时就诊。 舌太能知心臟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